她因患癌差别死掉,34岁拍戏如今身家过亿,走红后她竟然这样对待早康之期。 对于身在娱乐圈的人来讲,能红起来一定是好事。 不过有的人红起来,却是靠着不光彩的手段搏上位,自然星图也堪忧。 相比之下,更喜欢那些踏踏实实评级自己的本事红起来的明星们,今天要写的这位,年少患癌却最终逃过一劫,是张涵宇根富彪的同学,之后却抛开演员身份, 浪荡生活十几年,醉落过时娶妻生子,然后为家庭奋斗,大器晚成,她就是吴秀波。 如今很多观众都称吴秀波是国民大叔,这是他观众缘身后的体现,与圈内其他大叔及演员相比,吴秀波有一种独特的儒雅气质,给观众的感觉很舒服,演技也在同龄演员之中属于上乘。 对于很多观众来讲,这个大叔好像是忽然出现在面前,然后就一下子红遍全国。 这种感觉没错,因为吴秀波直到34岁才开始拍戏。 虽然拍戏完,但吴秀波成为演员的时间却很早,小时候因为看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之后,对学舞产生了兴趣,也因为这个特长。 16岁,他顺利地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爱辈分就连唐国强还给喊他一声失凶。 16岁上中戏,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很光彩的事情里,但也许是天秘弄人,17岁的他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直肠癌,虽然最后已切除40厘米直肠为代价换回了生命。 傅雕曾经拿着鲜花哭着对吴秀波说等他病好了大家一起拍戏。 这次患病却改变了吴秀波的人生观,让他感到了人生的短暂,想做什么事就放手去做。 中戏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铁路人公团话剧团,期间还出演过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山凹》,不过他很快就对这种每日上班无所事事的日子感到艳烦了,那时候正好是刚才流行音乐开始在内地流行的时候,吴秀波便干脆去酒吧当起了助唱歌手。 当入唱歌手时是吴秀波挣钱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挣的钱比他在文工团一个月挣的还多。 这些钱不仅让他在发小面前成了有钱人,也让他变得桀骜不逊,文工团里他是经常迟到的那个,团长批评他,让他念检讨,他直接就选择了辞职,理由就是,起不了床。 那时候吴秀波觉得这都无所谓,反正当歌手还能赚钱不是。 古剑分半裴血斑,他报名成了毛阿敏的师弟,但主唱歌手的黄金时代很快过去,台上唱歌的都是年轻小伙儿,吴秀波的年纪已经算是大龄歌手了,跟他一起出道的都成名成万,他依旧默默无闻。 这期间他开过期间饭店,以及其他公司,都已倒闭告终。 最弱迫的时候,甚至结婚都是跟朋友借的房。 而随着孩子的出生,吴秀波的生活一下子走到了绝境,一年只有8000块人民币,约4万台币,的收入,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朋友送他两张足球票,他连去球场的路费都没有,有朋友建议他去拍戏,结果到片场导演都不拿正眼看他。 一个三十四五岁的胖子,还是不出名的那种。 为了孩子跟家庭,吴秀波开始下定决心减肥。 而这个时候他也遇到了贵人,刘备,就是借房子给他结婚的那个人。 带着他串戏,并给他大腕的价钱,十几机器给了他8万元人民币。 刘备的丈夫还以他为男主角拍了一部戏,请的都是大腕给他搭戏,结果他拍戏的头一周一看到镜头就发抖,最后硬着头皮把戏拍完了。 结果悲剧的是这部戏后来没有播出。 不过这部戏给吴秀波亨大帮助,第二部戏非常道理。 他不但是反派角色,还是这部剧的监制。 这部剧一经播出,就有很多片商要找演吕天卓的那个演员。 后来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到那段时间是他最有斗志的时候,一个男人最可怕的是没有什么成就,一直以来他都是被看成那种没有责任感的人,如果自己再没有责任感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 34岁开始拍戏,直到42岁才平级黎明之前一夜走红,这期间吴秀波演了21部戏,每部戏都是男主角,但一直都不温不火,他的生活只有两件事,一是拍戏,二是养家,功夫不负有心人,42岁一夜成名。 而且他非常讲信用,当年后宫甄嬛传的导演拿着合约找他,但因为自己已经签了别的合约,很多人劝他毁掉那份合约,但他却拒绝了甄嬛导演,坚持按合约把戏拍完。 这份坚持也为他带来了好运气,从上海上海,追捕,雪豹,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流神,心术到转战电影,吴秀播片约不断,之后更是平级着北京爱上西雅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民大叔。 娱乐圈有很多成名之后抛弃造康之妻的例子,但吴秀播是个例外。 在公开场合曾经多次表达过对自己妻子的爱意以及感激,正是这个女人在她一无所有的时候默默陪着她,即便是最为艰难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怨言。 她的努力也多半来自于对家庭的责任,而这份责任感也促成了吴秀播如今的成功。 从年少患觉症死里逃生,到完事不公的浪荡人间十年,再到结婚生子,白手起家成一线明星,身家过异。 吴秀播是值得人欣赏的,因为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只要胡来会把自己的生活折腾得有多么糟糕,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只要努力,会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有多成功。 人生从来不怕晚点,怕的是自暴自弃,过足不前,只要开始行动起来,一切都不晚,从始至终一个人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